我這次在《漫遊者記事》的展覽做了開幕演出 叫做《我的鬧鐘叫醒我》之後 它來自於我八月剛在台灣的北美館 做的其中一件作品叫做《我的鬧鐘叫醒我》 在那一個原來的作品當中 是一個表演者在美術館空間裡面拿著鬧鐘睡覺 而鬧鐘在五分鐘之後會開始作響 而這位表演者被鬧鐘叫醒之後 他繼續移動到別的空間繼續睡 所以他是一個睡跟醒睡跟醒的一個循環式的一件表演 這一次我想做的就是 那被鬧鐘叫醒之後 醒來之後要發生什麼事 在這一個作品裡面有六段不同的小段落 都是從醒來之後 然後他在思考一件事情 第二次的訊息 昨天晚上 當我醒來 我問我 如果世界是最好的 還是糟糕 比如說另外一位表演者 他會說的是 我每天早上醒來之後 我在想這條路叫什麼名字 我問我 你已經知道 所以 透過六段不同的表達 然後去串成一個 人們在醒來的時候 如何思考自己 醒來的那一刻 跟他跟周圍所有事情的關係 我覺得每一個人每天 眼睛張開 或者是意識張開 但眼睛還沒張開 到最後完全醒來的 那一段過程是非常私密的 那一個很私密的狀態是 透過這個作品 想要跟觀眾去勾起的某一種 對話的媒介 或是一些共同經驗 當我醒來 我感覺到 我感覺到 幸運 因為我仍然是生命 我還不知道 如果明天 我仍然能醒來 我還能醒來 啊 感到